别看少傅爱喝酒 他背着老公交棒友 爱喝酒 交棒友 最后还被粉尸喂了狗 吕宝们 一看眼前这个少傅 只因寂寞空虚 就背着丈夫调棒友 可没曾想两人在喝猫尿时 少傅只是随便说 离句棒友酒量不行 棒友听后受不了 就将少傅残忍杀害 并且还将其大长腿 拿去喂狗 这你受得了吗 好点了 无情的吕又来了 请奥特宁们变态的 大怨众闺蜜兄弟来看 并且送上几朵小花花 爱老虎游哦 时间2015年6月15日 这天一早 家住张家口杨元县的老杨头 突然听到他家的小黄在狂叫 老杨头本以为是小黄没吃东西饿了 就打算给他送点吃的 但是当他走近一看 他就彻底傻眼了 只见他家的小黄 正在美味地啃食着一条大长腿 这你受得了吗 老杨头当场就年轻了几十岁 于是他想着不能一个人变年轻 又找来了自己的好力由老张来看 两人一见此情景 认为小黄应该是到了别人家的祖宅 两人怕大长腿被人发现 于是一合计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趁天黑把小黄没吃完的大腿藏起来 便于以后慢慢欣赏 然而第二天天一亮 老杨头家里的狗又叫了起来 这两好力友听到后就立马跑了出来 然而此时的场景 让两人都瞬间变年轻了 他们看到小黄在玩耍的沙土堆里 有一个纸箱 箱子里还装着一堆尸块 这两个好力友是彻底的变年轻 就决定还是先报警 警方接警后也是很快的飞到了现场 经法医初步勘察后 确定了这是一起随时案 接着侦察员在对案发现场进行搜查时 突然就有民警在距离案发地 两公里外的地方 又发现了一个编织袋 里面赫然装着一颗头颅和一件女士衣服 这个女性的头颅像是黄鹤蛇 头发 文眉 文脸线 耳朵眼 憋着尸块经过法医尸检后 得出了女子死亡时间是在十天前 见此民警就立即开始查询 近期本县的失踪人口 然而查询后却发现近期县内并没有人员失踪 没办法的警方就对外发布了巡尸启示 到没多久一位自称孙子的男人来到了派出所报警 称寻人启示上的人很有可能是他的女友莉莉 见此警方就立即将莉莉父母的TNT与案发现场的尸块TNT进行DNA检测 结果没有出意外 他们俩也交半做出来DNA 确定 这个尸体就是一个收莫的妻子 孙子说在十多天前 他带着女儿去走亲戚 可等他回到家后 却发现女友莉莉不见了 同时不见的还有莉莉的银行卡和金银首饰 他当时也觉得奇怪 莉莉平时都是不带首饰的 怎么人失踪 值钱的东西也带走了呢 孙子当时也打了多个电话给女友 但女友的手机始终是无人接听 孙子说 他觉得莉莉的出走可能跟自己没钱有关 因为他现在在外面打螺丝 一个月工资高达以前吧 根本花不完 而莉莉则在家双手插兜 他只要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就可以跟有钱人做朋友 孙子见女友电话打不通 索性也就不管他的事了 就连报警电话也懒得打一个 民警得知这些后 就开始对莉莉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调查得知莉莉从小就衣食无忧 而且还是被父母交生惯养长大的 长大后的他也是不听父母管教 经常出去与朋友把酒言欢 在这期间他就认识了山西男子老田 并且没几天就和老田扯了证 并且还去了老田的山西老家 回家后没多久 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家庭的约束使得莉莉的生活过得很不开心 他穿着时髦 个性张扬 这让他在农村里没有交到一个知心朋友 后随着时间一长 莉莉就感觉自己很是寂寞空虚 他为了消磨时间 就开始在网上顶了 但这是也很快的被老田知道了 为此两人就发生了争吵 老田为了不让莉莉在网上调拔 他就把莉莉的手机锁了起来 可莉莉也不是傻子 他就趁老田不在家 就跑到村口的小卖铺去打工 用那里的电话继续调拔 这你受得了吗 但没过多久 这是又传到了老田的耳朵里 两人为此又吵了一下 过后莉莉就感觉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不想就这样过一辈子 于是他在某天晚上 趁老田熟睡 他提起行李箱 就告别了自己的孩子和约束无谓的家 一回到家的莉莉忍不住双手 又开始无聊的调榜生活 很快 他就在手机上调了一个名叫孙子的榜友 并且还与他很快的谈起了恋爱 而这个孙子是在一个矿场干苦莉莉 没车没房也没钱 驴哥也不知道莉莉图他啥 随后两人在交往中 孙子也知道了莉莉是个有家庭的人 但他根本就不在乎 并且还很是喜欢这种有家庭的少妇 这你受得了吗 他也知道莉莉在网上调了很多榜友 甚至他在和榜友聊天时都会叫孙子出去 这也使得孙子在生活中对莉莉也很是顺从 莉莉让他往东 他绝对不敢往西 并且他一个月一千八的工资 都会给莉莉买首饰和衣服 因为他根本花不完 但时间一长 莉莉聊的榜友越来越多 孙子也曾与莉莉因此是发生过争吵 但孙子根本拿莉莉的暴脾气是没有一点办法 甚至莉莉在喝完酒后还会说一些刺激孙子的话 说小孙不挣钱也就算了 还来管自己 这是过去后 孙子就也没多管莉莉的事 接着没多久 两人就生了一个女儿 但有了女儿的莉莉还是不消停 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去见南望游 因此在莉莉失踪后 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女友是和有钱人跑了 那么莉莉失踪后 孙子为什么不来报警呢 带着一问 民警开始调查孙子当天的活动轨迹 但调查却发现孙子并没有作案事件 这也让民警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这条线索中断后 民警就开始查莉莉的通话记录 突然 一名可疑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男子名叫李某 是莉莉生前的傍友 他在莉莉失踪后 就离开了原阳 这个线索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 于是民警就开始调查李某的行踪 监控显示 李某在莉莉失踪的第二天 他曾骑着鬼火外出 而他车上的纸箱和编织袋 与抛尸现场的高度吻合 那不用说 李某绝对是嫌疑人 于是警方就立即对此人展开了抓捕 你跑我追 你是尿乱飞 最终民警在成都将李某拿捏 并且还在李某的家里发现了大量血迹 确是血迹 他用那个煤给秃了 也是伪造现场了 在这些证据面前 李某很快就承认了杀害莉莉的犯罪事实 并且交代了案发过程 李某说自己曾经开了一家宠物店 可刚好莉莉也想买宠物 就这样两人认识了 接着没多久 两人就见面交流学习 两人对对方都很满意 并且还一起喝了很多猫鸟 随后到了案发当天 莉莉就以调棒为由开始主动联系李某购买宠物 但李某也知道莉莉的小心思 于是就叫莉莉来自己家里看货 看到有酒有菜 莉莉肯定不会放过这次白嫖的机会 就这样 两人在酒足饭饱后 趁着酒进就开始相互学习 不巧的是 中途他们在学习到高潮时 突然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莉莉看到后就拿起了李某的手机 他看到是李某老婆打来的 于是就给他老婆发了一条短信 用自己的手机给李某的老婆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的那里 说就是你的丈夫什么时候 由于莉莉读书少 骂不赢 这让莉莉非常生气 就吵着要去找李某的妻子讨个说法 你以为老娘是吃素的 你玩完了就没事了 说着 莉莉就想去李某妻子上班的地方闹事 并且还开始打电话摇人过来 李某看着阵仗吓坏了 怕他的老婆单位把两人的事都说出来 于是他就将莉莉约到了一个屋里喝猫尿 然而莉莉只是随后说了一句 李某酒量不行 李某见此怒火中烧 想着薪酬家就恨意起算 于是拿着一根数据线 就将酒醉的莉莉勒死了 接着他就将刚去西天的莉莉进行了分尸 随后在第二天 李某就将莉莉装进了纸箱和编织袋 并骑着鬼火将莉莉进行了抛尸 自此案情真相大白 最终李某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功地领取了一颗来势再剪完 最后驴哥告诫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说棒有不行 因为这样只会让你提前去往西天取经 关注